都说长得好看能当饭吃 那你听说过长得好看还要交税吗 今天日本诡异经典世界奇妙物语 讲的就是颜值越高交税越多 人们不得不故意办丑还会犯罪的离奇故事 话说未来世界的某一天 日本马甲屯地区颁布了一项奇葩法律 美人睡这条法规看似荒唐 实则大有说道 比如名叫五真美子的一位妹子 就靠着如花似玉的脸蛋 处处都享有特权工作出错 老板修改出门聚会餐厅免单 路上一走星探搭讪 瞧瞧这待遇 让普通人心里多赌的谎呀 同样都是人 怎么人家就能靠着颜值占有这么多资源呢 所以马甲屯为振兴财政 要让颜值平定在七分以上的妹子们 付出金钱的代价 这不美人睡刚一出 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 每次吃完饭去结账 就遭到了系统评测 要多交百分之二十的餐费 从此以后 女孩踏上了缴税的不归路 一块钱的矿泉水 到她这儿就变成了一块二 明明五千的月薪到手 却又多扣了百分之二十 真是愁可忍美不可忍啊 女孩怒了 脸是父母给的 凭什么抄我要钱呢 她召集了一群妹子 打着性别歧视的旗号 去找相关部门讨说法 怎知工作人员把美人睡夸得是天花乱坠 毕竟颜值越高 交的税越多 百分之二十的美子 那就是国家认可的高人一等的美女啊 文婷此言 美子摸着自己的脸飘了 百分之二十的美人睡 成了她高人一等的标签 不仅上了电视节目 还成了公司里的风云人物 客户看到她的税率 顿时心花怒放的就签了合同 一时间美人睡竟然成了风向楷模 颜值标杆 女孩们因为自己能够多交税 而沾沾自喜 就这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道畸形体系 美子本以为自己站在了体系的顶端 其料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女同事国色天香子 凭借百分之二十五的税率横空出世 气得美子花光存款 却美容减肥 终于把自己包装成了百分之三十税率的顶级美女 袭击而气的女孩刚准备向天香子炫耀 却看到对方顶着一张爆牙烂脸 说自己当美人太累了 心太崩了 原来税率太高的天香子 下得未婚夫担心养不起 选择了毁婚 当美人税的潮流过去 弊端马上显露出来 美子直接被老板辞退 因为公司也要替她分担赋税 乌漏偏逢连夜雨 王母的律师找上门来 本来只有笔遗产等着美子继承 却因为母女都是美人 所以要缴纳两倍的赋税 遗产当场就变成了负债 这也太奇葩了吧 美子本想放弃继承权 却在犹豫不绝时 遇到了救星 名叫五本贱人的男子 对美子是一见钟情 得知她的难处后 这位贱人兄寄出了居家旅行 必备神器 变丑套装 如花似玉的美子 丢掉了似玉 直接变成了如花 丑的工作人员一看到 直接就免除了她的美人税 如意算盘打响后 美子摘掉了粗眉和大智 就要和贱人约会 却被警察找上门来 原来这位贱人兄 是骗婚夺遗产的罪犯 美子虽是受害者 但仍然是犯下了 半愁逃税的罪行 被当场逮捕入狱 趴在监狱冷冰冰的地板上 美子忏悔道 如果我的鼻梁 在低一厘米 眼睛再小一咪咪 是不是就能过上 幸福的生活了呢 话音刚落 玉友就忍不住口吐芬芳 你长得美 但是心不美 这么惨都是活该 美子幻然醒悟 原来心灵美 才是真的美 她在监狱反思了两年 行满释放后 第一件事就是助人为乐 给哭泣的小女孩买冰棍吃 那只熊孩子非但不领情 还骂美子是丑八怪 惊得美子瞪圆了双眼 旁观恰好扫到了电视里的女明星 那奇丑无比的长相 却被人奉为国民女神 大人 时代变了 万万没想到 马家屯给了带动税收 直接把最普通的长相定义为美女 导致美女数量激增 财政收入也是一路飘红 而公众的审美也随之颠倒 俗话说 谎言说了一千遍 也就成真了 只有不甘心的美子 还对着摄像头崩溃哭喊 求你了 快说我是美女啊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霞叔忍不住想说呀 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那么遇到我们这样有趣的灵魂 难道还配不上你们的一个赞和关注吗